6月2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 全面介绍中美经贸磋商基本情况,阐明中国对中美经贸磋商的政策立场 白皮书全文约8300字,出前言和结束语外,共包括三个部分 吞别是美国挑起对华经贸摩擦损害两国和全球利益 美国在中美经贸磋商中出尔反尔,不讲诚信 中国始终坚持平等、互利、诚信的磋商立场 白皮书指出,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仓石和推进器 事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事关世界繁荣和稳定 2018年3月以来,针对美国政府单方面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 中国不得不采取有利应对措施 坚决捍卫国家和人民利益 同时,中国始终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 与美国开展多轮经贸磋商 努力稳定双边经贸关系 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不怕打 必要时不得不打,这个态度一直没有变 在打击者问环节,有记者提出 近期美方高级官员表示 中方在磋商中立场倒退,导致谈判陷入停滞 对此,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寿文表示 中美经贸磋商要想继续 必须相互尊重,相向而行,平等互利 中方对中美经贸的磋商始终抱着最大的诚意 美方指责中方在谈判中立场倒退 这是不负责任的,是破专审 在磋商谈判中,就所有的问题达成协议之前 谈判桌上的一切都只是讨论 不存在协议,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立场倒退 针对中国决定调查美国联邦快递仪式 王寿文称,这无可厚非 但外企在华合法利益会得到保护 FedEx的这个事 FedEx就是我们中国是欢迎 外资企业在中国进行合法的经营 但是如果它违反了中国的法律 就需要按照中国的法律进行调查 这我觉得无可后悔的 那么中国前不久出台了外商投资法 这个外商投资法就强调 一例平等的,一视同仁的对待 中国企投资者和外国的投资者 外国的投资者的这种合法的利益都会得到保护 所以在这方面呢 这个大家不用这个担心 但是必须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增重中国的法律 在中国的这个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这个运行